这个经济的发展 那么吃往往它已经不单单的是一种是为了生存了 是吧 我们说在饭桌上啊 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跟吃同时 可以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 中国人经常说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是 不是一顿饭不能解决的 也就是说在饭桌上什么都可以谈 所以饭呢吃饭就有了 除了生存以外的 他的比如说 礼仪啊祭祀啊享用呢 饱酱 饱饱来了 我的吃是文明天下的 我们知道中餐非常的丰富 色香味俱全 我们先看它的烹调 那么首先从汉菜的烹调的调料来说就很多 我们大家你们在这个东南亚 应该这种中国的这个调料 应该是很容易能够买得到的 是吧 市场上经常会 比如说这些调味品 这些这些这种佐料啊包括这些调味料啊是吧 各种各样的啊 我就不说了啊 这个酱油醋油盐酱醋就是最简单了 还有什么胡椒花椒回香桂皮啊辣椒啊芥末咖喱等等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整个多南亚的菜其实都很好吃啊 包括我在泰国待过我都觉得你们的这种香料也是很丰富的啊也是很丰富的都是很天然的啊很天然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种加工的方法 那么中国啊汉族菜的加工方法也是非常特别的 我们单从刀工来讲啊我们经常说哎到这个这个饭店吃饭这个厨师的刀工很不错 那我们有切块切丝切片切花横切树切斜切等等 你看这个师傅他切出来的这个多漂亮是吧 哎那么艺术花样也非常的多啊摆出来一个简单的本来是简单的一些食材但是哎他这个摆出来这么漂亮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食欲啊非常的有食欲 那么烹调的方法当然就更多种多样了 这个可能是我在我们汉语课里最常见的我们学生经常会啊老师这些词好难呀他们都哎不会写是吧 经常呢也不会读所以呢比如说带有四点底的啊煮蒸熬啊这个烹熏啊是吧 哎火子旁的就更多了啊炸烤烙溜微等等等等啊炒焖还有三点水的蒜啊等等 另外比如说还有酱卤自烟呛啊穿滑等等等等啊啊所以呢因为这种烹调方法非常多所以呢做出来的食物的口感啊也就不一样了啊也就不一样了啊 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给大家说几个跟食物烹调有关的词语啊比如说我们在汉语当中经常用到切火候 那火候本来是做饭的时候哎这个这个火力掌握到什么时候就可以好了这个东西就熟了 那么如果欠火候呢就是指这个哎做的菜这个火候不够好像没有做熟一样 所以我们也说做火候不够指的是我们事情没有达到标准 那么汉语还有一个词叫加生饭加生饭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些米饭比如说放水少了或者时间不够的时候感觉吃一口下去 有的大米是生的有的大米是熟的那么这个呢就叫加生饭 他就比喻呢事情也是没有完成好或者达不到标准 啊那么还有一个词叫回炉我们也叫回锅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这个饭好像没做好我再放到锅里再重新煮一次啊 叫回炉回锅那么指的是把一些比如说一些公司他生产的不合格的产品送回去 我再加工一次啊所以这些词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本意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有更多的手用他的是比喻和隐身的意思 那比喻和隐身的意思 再比如说炒冷饭炒冷饭这个饭凉了我们再炒一遍 他指的是重复啊做过的事或者费两遍是同样事情做一遍不行 我再做一遍啊这个叫炒冷饭 炒鱿鱼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被老板解雇了啊 鱿鱼一炒他就会卷起来啊指的是我们收拾东西走人 还有煎熬你看这个煎和熬本来是做菜的两种方法 是吧那煎熬指的是人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上他受到的一些折磨 像我们说熬夜对吧熬过这一关等等等等啊 这个熬他都跟这种做菜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啊 还比如说大杂烩大杂烩呢是指的一个人学问不专一 哎这也懂一点那也懂一点但是呢又不单纯啊 比如做菜我们菜大杂烩是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是吧 那么熏焘和熏燃你还有利于熏心 你看这里都有一个熏熏本来是做事的做菜的一种方法是吧 熏焘的是只受到好的影响 比如说妈妈的读书习熏焘孩子 那熏燃呢只受到坏的影响 比如说受到坏人的熏燃他学会了抽烟啊 熏啊利于熏心啊 值得一个人一心一意的想为自己谋取私利啊 最终都已经跟熏的本意啊脱离了关系 这是很多啊 接下来我们看汉菜的八大菜系 我们知道中国呢非常大是吧 我们讲究啊各地的口味都不一样 我们说南田北咸东辣西酸 所以我们的八大菜系啊 我们看有这个鲁菜川菜香菜敏菜 酥菜蔗菜蔗菜月菜和灰菜 我们福建我们厦门在福建啊 我们是敏菜 但是现在在中国我觉得流行呢 可能是最流行的应该是川菜了 包括在海外啊 那么我们不同的菜系呢 都有自己代表的一些菜品 比如说像川菜里的鱼香肉丝麻婆豆腐 是吧 鲁菜里有这个荷花大虾 等等清汤羊桃肉 我们闽菜里面就是这个佛跳墙了 那粤菜里面比如说有龙虎豆啊等等 所以到每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吃到它的代表菜系啊 不同菜系里的代表的菜品 一些名菜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跟食物的味道有关的词语 我们的味道可以归为七类 比如说酸甜苦辣香臭咸 也就这些了 是吧 那么这些味道呢 本来是指食物的味道 那后来呢 我们的人的味觉可以隐身联想 慢慢的在我们的词汇的系统当中扩散 它就不但指食物的味道 还代表了我们心理或者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的感受 这就是我们一种味觉的叫通感作用 味觉的通感作用 所以呢 汉语跟味道有关的词汇系统呢 特别特别的丰富 比如说跟酸有关的 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么多 第一种是人体的感觉 比如说腰酸腿酸鼻子酸 那么心理的感情 难过悲痛 心酸悲酸酸楚 是吧 还有的时候我们描写一些人书生气很重啊 感觉很作作啊 也真的是个酸秀才说话三溜溜的啊 因为酸跟醋是相同的 所以有的时候一些醋构成的词也表达这方面的贬义 那么甜呢 可以引申为一些美好啊 安稳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睡得很甜 很香甜 笑得很甜 甜字还形容人说话 招人很爱听 嘴很甜 甜言蜜语等等等等 这是甜 那么苦呢 就相反了 是吧 他比喻我们生活当中的痛苦啊 磨难啊 不幸啊 忧愁啊 郁闷啊 等等 所以呢 第一类是生活的艰难 比如说贫苦 困苦 艰苦 寒心如苦 你看这个孩子是吧 生活很贫苦啊 那劳动的艰辛也可以说苦辛苦 是吧 苦功啊 你看这些和尚的欠夫 难受的表情也可以说苦啊 你看他愁眉苦脸 一脸的苦笑 不想笑 但是很痛苦的还要笑 这叫苦笑 对不对啊 那么苦呢 还可以指人们用顽强的毅力来克服困难 比如说哎 少林寺的这些 哎 武僧苦练 对吧 哎 勤学苦练 那么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可以说苦恼愁苦痛苦 那我们其他常用的还有 比如说苦口婆心 苦口两腰 苦中作乐 我们还说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告诉我们要学会吃苦 是吧 要不怕苦 这是苦的隐身意义非常多 那么看辣啊 辣啊 它本来是一种辣椒啊 或者胡椒啊 这种给人一种非常火辣的 很刺激的感受 啊 那么第一类呢 它是比喻我们人的性格 或者说话 哎 很雕痕 很雕 尖酸刻薄 比如说泼辣 这个人 他就是个辣子 是个小辣椒 哎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的性格 或者是他的语言 非常的火辣啊 非常的火辣 那么辣呢 还表示我们的这种热情啊 比如说火辣辣 热辣辣啊 还表示人经验很丰富 我们经常说姜还是老的辣 哎 老人比年轻人有经验啊 还表示人呢 非常的狠毒 内心的非常的阴险 比如说你看 他这个眼神 心很手辣 是吧 哎 我们那个辣跟心是同一词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心酸 辛苦 辛劳 艰辛 也是表示这种苦难的意思 苦难的意思 下面我们看香 香呢 是一种我们非常让我们闻起来很愉悦的味道 所以他他通常用来表示受人欢迎重视 我们说吃香 哎 他是我们公司的香伯伯 哎 很吃香是吧 大家都喜欢他 还可以引申为睡觉 睡得安稳 我们刚才说睡得很甜 也可以说睡得香 那么臭就相反了 臭是我们讨厌的厌恶的反感的 所以我们说 哎 你摆什么臭架子 臭名远扬 臭气熏天 一臭万年 是吧 与臭相关的 我们还有骚心 嗖三种令人不愉快的这种味道 也都是不好的 哎 这比如说 这种骚臭 是吧 心臭 我们还说 嗖主意 是吧 坏主意的意思 一条鱼心了一锅汤 所以呢 大家可以把香和臭呢 联系起来 啊 跟学生讲解 那么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有咸和淡 咸呢 就是指的 盐太多了 淡呢 就是 哎 比如说 不咸 或者说 不要太甜 不要碳辣都叫淡 是清淡 我们经常把咸淡放在一起 比如说咸风淡雨 清茶淡饭 君子之交淡如水 等等 那么由味道组成的词语呢 刚才说前面的几种都是味道 这个味呢 同样作为一个语素 还会出现在我们的词语当中 它引申为人们的一些趣味呀 兴趣呀 爱好啊 意义呀 都可以 比如说趣味 情味 意味 品味 耐人寻味 枯燥无味 是吧 天天在家里上网课 真的是枯燥无味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 现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 中国这个因为疫情放开了嘛 所以我们厦门大学 今天又通知我们要上网课了 线上上课了 好 下面我们看吃与吃有关的词语 吃本来是一个动作 我们一日三餐都要吃 但是呢 吃除了这个呢 它还形成一系列的词 可以说由吃构成的这个词语群呢 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 我们先看看吃相关的动词 有哪些动作可以表示吃呢 肠 吞 啃 嚼 品 可能还有其他啊 这些是最典型的 比如说肠我们说 尝试 对吧 吞 狼吞虎咽 是吧 啃 我们说 你看 他最喜欢啃树本 那啃树本肯定不是吃树本了 是说他爱学习 爱读书 是吧 嚼 我们说咬文嚼字 细嚼慢咽 嚼 有的时候还 也指这种慢慢消化的意思啊 品 我们用的很多啊 品就是放在嘴里慢慢的品尝品酒品头品足等等啊 所以不同的吃它有不同的侧重的意义 那么同时呢 跟吃有关的这个形容词也有很多呀 比如说嘴 馋 我们说嘴馋眼馋 眼睛也会馋哦 看到东西就想买 是吧 饱 这饱本来是吃饱了 我们还可以说 饱和饱满 这个人饱金风霜 腻 本来是指这个油多呀 或者是 太甜啊等等 我们还说腻烦玩腻了 就是指太多了 不要了 垂涎 我们可以说 垂涎本来是流口水是吧 我们还说垂涎淤 垂涎三尺 垂涎美色等等啊 这些都是跟啊 吃这个有关的一些形容词 一些形容词 那么现在我们看吹具和餐具啊 因为有吃 我们吃当然要用一些工具来吃了是不是 所以呢 就有一些碗呢 锅呀 碟呀 这样一些啊 跟吃有关的这些吹具餐具 比如说铁饭碗 我们说公务员是个铁饭碗 工作很有保障 打破饭碗丢掉饭碗 锅呢 比如说吃大锅饭 本来是很多人一起吃饭 也指的是那种集体经济 还说他们家穷的接不开锅了 就是说没钱了 碟本来是这些小的盘子 我们可以说看人下菜碟 小菜碟 小菜碟是说什么呀 这个事情很容易啊 不重要啊 或者是很容易做到啊 这样的嗯 那么现在我们看 跟吃喝有关的一些熟语 熟语里面 我们看一看成语 成语 我们看大部分都是四个字的 啊 这里很多 我就不一一读了啊 比如说 这个图片表示的什么 画饼冲击啊 这个这个成语 画饼冲击什么意思呢 哎 这个人很饿了 那我们在纸上画一个饼 肯定是不解饿的 是吧 哎 画饼冲击啊 后来呢 他就比喻一种 就是哎 你这种做的一些虚的东西啊 来瞒别人啊 就是这样的 那么望眉止渴 这个啊 这个也跟一个历史故事有关系啊 好 下面比如说还有一些俗语也很多呀 比如说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是吧 你看这个叫什么 天上掉馅饼 这个指的是哎 那种好事啊 突然间到你面前 你不经过努力 不可能的啊 比喻这种啊 吃闭门羹就是你到别人家里了 哎 你本来比如说我要给他送礼呀 怎么样 他不开门 是吧 哎 我们说吃水不忘挖井人 就是说我们 嗯 不要忘了给我们做贡献的人 是吧 哎 我们现在有了什么幸福的生活 不要忘记那些奋斗的人 吃不了兜着走 那么这个兜着走就不止打包了 是说这个坏的结果你要自己来承担啊 要来自己承担 比如说还有和西北风啊 实力不讨好 哎 还有特别这个 比如说开小灶 这个应该我们 大家都是老师应该是大家都会用过的吧 开小灶一般指什么呢 指的是老师私下里给某些同学辅导或者补习功课 那比如说哎 这个同学们都放学了 但是这个同学呢哎 因为比如说个人或者其他的原因 他有一些知识没学好 哎那老师过来过来来我的办公室 我再给你讲十分钟二十分钟 这叫开小灶 好像我 大家都吃完饭了 我再给你做一小锅饭给你吃啊 这就叫开小灶 是吧 哎 还有这种半瓶醋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这个装不满 一个人骄傲自大 他其实肚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啊 声音很大 但是里面没有货 这个叫半瓶醋啊 还有我们一些些后语 比如说啊 茶壶里煮饺子 肚里有货 嘴里倒不出 你看茶壶里面当然煮饺子倒不出来了 是说有的人呢 哎 在不 就是说语言表达 这方面比较欠缺啊 他虽然有很多话 但是说不出来啊 还有我们说小小包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等等啊 这些都跟吃有关系啊 那么与吃有关的其他词语呢 那么吃还可以用来做比喻意的 比如说食盐 蚕食 饭桶 我说你真是个饭桶 哈哈是吧 就指呢 你只会吃好像别的什么都不会做了 那么由吃引申出来的词语也非常多 比如说 遭受某种经历 这种原来往往是不好的啊 吃亏吃苦吃官司吃苦头 是吧 耗费力气吃力吃劲 某种感受吃精吃紧 对某个东西你彻底懂了 掌握了我们叫吃透吃准 还有的人呢 比如说依靠某种 某人某事而生活 比如说他天天吃父母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还叫啃老族 自己不工作不挣钱 他把钱存在银行吃利息 还有这个做生意吃回扣等等 受欢迎刚才我们说了吃香吃得开 吃香吃得开 还有很多 比如说男女的嫉妒 刚才说了吃醋 是吧 不努力 只凭过去的经验 我们叫吃老本 把钱赔掉了 叫吃本吃空 能坚持得住 我们叫你吃得住 吃得消吗 比如说现在我们 每天晚上上课 大家白天工作 晚上上课 你们吃得消吗 能坚持得住吗 以某种职业为生活 比如说老师们 我们经常说吃粉笔辉 以前我们都是这种黑板写字 现在当然不是了 吃粉笔辉就指的是老师了 那比如说他吃墨水 不是把这个墨水喝到肚子里 是说他以这种写作 什么什么为生的 不干活而吃饭 就是吃白饭吃咸饭 一个人不努力 这种的 好了 还有表示工具的 比如说吃大碗吃大盘 在食堂吃饭 我们可以说吃食堂 遭到了拒绝 到别人家不让你进去 叫吃闭门羹 被枪决了 我们叫吃枪子儿 还可以有的地方叫吃花生米 吃黑枣 因为那个子弹是小小的圆圆的 对吧 那么如果大家合伙做生意呀 你获得了最多的利益 我们叫吃头份 吃大头 所以你看你看这个吃 简单的一个吃 它有多少多少的意思 所以老师们在教学当中 可能你讲到的只是里面的个别的 是吧 有的时候遇到了这些隐身的意义 你可以跟学生做一个解释 这样就比较好 那么与隐食有关的词语呢 我们还想讲三个 一个是肥 肥本来是肉 是吧 肥肉 那么有的时候我说 这真是一个肥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是一个 大家都想得到的 就是能得到好处的地方 比如说 这个工作是一块肥肉 可以就比如说 能挣到很多钱 就吃的不是吃的肥肉了 我们还说有的人挑肥减瘦 我们还说肥水不外流 油水也是同样的 说他这个工作挺有油水的 什么意思啊 挣钱多 油水多 有油水没有水 他从这个生意里面 捞取了很多油水 值得也是得到了很多好处 所以肥和油水 都值得这种好处啊 利益啊 那么油呢 还可以引申出一些 有的人很狡猾 不老实 这样方面的意思 他是很贬义的 比如说他这个人很油滑 油子老油条 油嘴滑舌 油头滑脑 比如说他在这个地方待久了 他就是非常油 什么意思呢 有经验 但是呢总想钻空子去做一点坏事 这种就是油的啊 这种便宜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终于到了我们的姓名文化了 我们的姓名文化 那么我们 姓名呢 我们会讲一点姓氏 还有他的名字和他的文化含义 我们先看姓氏啊 我们看那个姓啊 姓呢 是由女和生组成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姓者人所生也 所以在上古时期啊 我们最早我们的社会是母系社会 就是只有孩子只知道妈妈是谁 不知道爸爸是谁 所以呢 最上古时期呢 我们的女 我们的姓最早都是女字旁的 比如说这个鸡姜姚等等 那么后来慢慢慢慢了 随着这个男的地位的上升 到了复习社会以后呢 很多的姓就没有女字旁了 所以知道 大家知道这个姓是怎么来的 那姓是怎么来的 其实姓和氏啊 在古代是不同的 姓是一个大的家族 氏是他的不同的分支 就像一个family tree 最早是一个姓 后来慢慢慢慢 里面又多了什么氏 什么氏 那么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啊 这个我们的社会是慢慢是有等级的 对吧 最高的是天子 也就是皇帝 下面是平民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呢 只有这种领导阶层 贵族阶层 他们才是有姓的 才是有姓有氏的 那么老百姓呢 是没有的 是没有自己的姓氏的 到后来慢慢慢慢的 大家都有了 所以就姓氏合一了 这个平民也有了 自己的姓氏 我们的姓氏来源于哪些方面呢 有什么来源呢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姓 他们是怎么的来的 我们看 第一种呢 是祖先崇拜的图腾 我们的祖先 当他们早期的时候 对一些自然现象 一些东西 他们不理解的时候 他们会崇拜一些神秘的力量 比如说云 龙 雄 牛马 鹿 洛 羊等等 作为他们的图腾 所以他们也就姓这个 还有的是祖先的嗜好 就是他的祖先死去之后 比如说周朝的文王武王 那么他们的祖先 后面的孩子就姓文姓武 还有祖先的封地 我们比如说在春秋战国时期 有很多很多的国家 比如说齐鲁 银 韩赵魏秦 后来因为他们祖先在这里 在这里生活 他们的后代就姓齐呀 姓秦呀 姓鲁呀 姓魏呀 姓臣呀 等等等等 还有祖先的爵位 比如说他的祖先当过这样的官 当过王公侯 所以他们就姓了王公侯 还有祖先的官职 做了什么官呢 比如说司马司空司徒 上官等等 还有祖先的字 为名或者姓 他的字 比如说在郑国有一个叫公子 他叫衍 他的字是子游 那么他的后代就可以姓游 就可以姓游 还有祖先的住地 比如说他住在什么地方 东门西门 南宫百里持江 跟他住的地方有关系 那么他这个后代呢 就姓了这个地方的这个姓 还有祖先的一些职业 比如说陶 什么意思呢 他古代的 他这个祖先可能是做这种陶器的 烧陶的制陶的 所以他们就姓陶 比如说音乐的 那么他就是跟音乐有关的 商可能是跟生意有关的 是吧 还有的呢 会把皇帝的次性作为自己的性 因为皇帝次性对他们来说是很光荣的事情 比如说唐初有一个陈名称 他叫李济 那么这个李济他本来是姓徐的 后来唐太宗给他次性姓李 那么他后代也就都姓李了 好 还有的呢 是因为避讳的原因而改姓 比如说像这个秋 后面呢 这个秋就姓了 加了个耳朵旁 为什么不姓这个秋呢 因为我们说孔子 明秋自重尼 为了避讳孔子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姓改了一下 加了一个耳朵旁 还有呢 以少数民族的姓氏 他的这个 这个义音为姓 比如说忽言呀 慕容呢 我们这种就是来自于少数民族的语言的发音 还有的呢 少数民族他因为跟汉族融合呢 他会汉化 改成汉族的姓 比如说简单的举个例子 在清代 清代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封建朝代 爱心觉罗的后代呢 他后面就改了金啊 罗呀等等一些姓 那他就改成了汉姓 这也显示了我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一个融合 一个融合 好了 那么同学们 老师们可能都很关心 比如说中国汉族到底有多少个姓 我们都知道百家姓百家姓是吧 其实百家姓呢 这本书呢 他原来收入的姓氏只有400多个 后来增补到500多个 他里面有单姓和复姓 其实中汉族的姓氏呢 能远远超过这个数量 我们有一本叫中华姓氏大词典 他收录的姓氏有11000多个 其中呢有4000多个 他都标明是汉族的姓氏 那么虽然我们的姓氏有这么多呢 但是真正的 在我们人口当中占比例很大的大姓呢 其实并不多 我这边呢列出来了19个 像我们都比较了解的哈 张王 李 赵啊 杨啊 周啊 吴啊 刘啊 孙啊 这些等等等等 就放在这里了 放在这里了 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 我们汉族的姓氏 我们汉族的姓氏 那么汉族的 除了姓之后呢 我们还要名对不对 刚才有同学讲 老师你的名字一看就是个女性的名字 是吧 那么我们的名字是名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的名呢 分为名字号三类啊 我们现在只有名了 其实古代人他除了名还有字和号 我们看看这三者是什么关系 首先我们的名呢 可以分成小名和大名 小名呢 就是我们还可以叫你的乳名 就是你的nickname 在家里面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叫你的名字 比如说曹操他的小名是安满 陶渊明的小名是西狗 那么大名呢 就是你的学名 长大之后 特别是男的读书之后的名字 那么字呢 是什么呢 字呢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 他是古代到了一定年龄之后 才可以得到的一个 跟名差不多的一个东西 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 比如说在周里里面 他规定 男子二十冠儿子 女子许嫁 姬儿子 什么意思呢 男子到了二十岁 那么他头发可以竖起来 可以戴帽子了 冠是戴帽子的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呢 才可以得到一个字 那么女子呢 可能到了十几岁 或者二十岁左右 就是说许嫁 就是说你可以许配人家了 有人比如说上门提亲了 马上要嫁人了 这个时候 你把你的头发盘起来 这个时候才可以有一个字 所以这种字并不是一出生就有的 那么号呢 号呢 是古代的 特别是一些文人啊 诗人啊 还有一些什么书画家呀 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生活 或者自己的情质 跟别人很不同 他们会在名字之外呢 给自己一个别称 这个叫做号 比如说诸葛亮 三国时期的军事家 那么他的字叫孔明 他的号叫卧龙 因为他隐居在卧龙岗 他自己叫卧龙先生 那么李白呢 字太白 他的号是青年居士 孙中山也有名字号 他的名是文 我们叫他孙文 字呢是一先 号是明德 所以呢 其实在老百姓当中 一般都是只有姓和名啦 这个字和号 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汉族人取名的一些文化观念 那么我们怎么取名呢 名字里名字不是随便取的 他都可以体现出哪一些文化观念呢 第一种观念我们叫重祖观念 就是对我们祖先的一种崇拜和尊敬 我们的名字经常有华夏中汉唐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我们是华夏儿女 我们是中国人 汉唐两代呢是中国最发达的时候 所以我们经常会用这些字 我们还经常称自己叫炎黄子孙 我们古代有一些非常优秀的首领 比如说姚顺鱼呀 还有福西师啊等等 所以我们会用 名字里会用上 炎黄啊 西呀 鱼呀 顺啊 鱼呀 这样一些字 是吧 所以呢 近代呢 我们在取名的时候 比如说还有什么 为了显示对祖先的崇拜 还有什么光宗啊 耀祖啊 贤祖啊 祖阴祖容等等 这样一些名字 会把祖啊 这个放进来 这个字放进来 那么第二类呢 很多的名字 它体现了一种崇儒的观念 我们在最早的时候讲了 我们说儒家文化 其实是在中国人的血脉当中的 是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 所以呢 我们长期受到恐懵儒家思想的影响 非常崇尚这种儒家的伦理观念 我们的名字里经常会有 比如说仁义理智信 温良恭敬让 明啊 德呀 贤啊 秦啊 连啊 谦啊 等等 这样一些字会放在我们的名字当中 表达了我们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崇拜 另外呢 我们的很多的名字 特别是男生的名字里面 会表现这种建功立业的观念 建功立业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好难而至 在四方 我们应该走出去啊 打天下 对不对 为国家做贡献 所以呢 男子取名经常有什么 勇啊 武啊 刚啊 强啊 智啊 是不是 还有什么广啊 跃啊 很多 飞啊 正啊 阳啊 近啊 我们的王老师里面是不是就有位 是不是 所以这是男生的名字里面 很常用的 他表达了这种父母对孩子的这种期望 希望你能够出去建功立业 闯一番天下 这样的 那么自古以来呢 汉民族他就成上 纯洁 坚毅 公正 光明 所以呢 他也希望我们在这种品质啊 自己的子女这种品德呀 情操方面呢 也希望有一个好的修养 所以男子呢 会经常用什么 坚毅呀 光啊 明啊 穿呀 风啊 松柏呀 等等啊 这些表证 意义很好的这种植物 还有什么棚 你看是一种大鸟 是吧 等等这样的一些字 那么女生呢 他就更容易用一些这种温婉啊 闲书啊 这种 比如说闲啊 书啊 敬啊 慧啊 像我的名字里大家看到了 卷对不对 还有雅呀 琴啊 霞呀 华呀 彩呀 哎等等 穷啊 玉呀 知啊 哎太多太多了 我就不读了 所以我们说男女用字还是有别的 还是有别的 但是现在好像这些我们新一代的孩子起名越来越多元化了 有的名字我们好像看不出男女 我们说什么 中性 现在有一个词说 哎 他的名字挺中性的 男生女生都能叫啊 好 第五类呢 是名字当中的宗族观念 那宗族是什么呢 哎 宗族呢 就是一个大的家族啊 大的家族 我们知道呢 一个大的家族呢 比如说从 啊 从祖先开始一代一代的哈 取得人的增多啊 那么这个家族呢 经常我们说就像一个Family tree 是个啊 一个大家族一样 他是有一定的自备的啊 这个特别是在一些啊 比如说像姓孔的姓梦的这两个姓里面 表现的非常突出 哎 就是他这个家族里面呢 比如说哎 爷爷啊 比如说叫孔什么 然后爸爸叫孔什么哎 他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孔祥什么啊 然后孔呢 孔梵凡什么 是吧 哎 他就是有自备啊 就是说 我已经把这个姓和这个字给你说好 给你定好了 那么你起名的时候只要再加一个字就可以了啊 我们海外的华人可能有的地方也有这种 那么这种在取名的时候呢 他就非常的有序啊 非常的有规律 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大的家族 这些人啊 从那个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啊 另外呢 第六种呢 很多名字还表现出一种 我们汉民族的一种吉祥的观念 比如说向往一些平安啊 吉祥呀 安康呀 我们会用冥想 希望 然后 肉 汤 就表现出一种 那种希望 第七种呢 是虫玉观念 我们知道玉石是非常贵重的 也是非常少的 很昂贵 是吧 那么玉呢 从古到现在一直是人们觉得是一种 就是什么 如果能够有一块玉待在身上 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呢 比如说古代的国王 他有一块叫什么 玉玺 就是国王的这个 皇帝的印章 这个要一代代传下来的 所以因为玉 它是材质又非常的温润洁白 那么人们呢 就喜欢带有玉的名字 或者有一些用玉字作为偏旁的字 来放在名字里面 那么还有一类呢 有的名字里面会表现出一些爱玛的观念 我们知道玉是怎么回事呢 它首先奔跑的很快 形体非常的健壮 是吧 我们有骏玛千丽玛这样的说法 所以呢 我们在取名的时候呢 也喜欢用一些玛字旁的字 比如说骏啊 骏啊 骑啊 骑啊 是吧 这样的一些 骑橙啊 骑啊 等等 玛字旁的字 也是大家比较喜欢选用的 那么到了中国的新时代 特别是1949年建国之后呢 其实我们不同的时代的名字 都有一些规律啊 简单来说建国初期啊 我们的很多的名字 因为中国刚刚建立 那个时候 很多的人 他都希望建设国家 征兴中华 所以呢 名字里面 比如说 什么建国 建华 振华 卫国 这种国强国胜很多 我知道 我的舅舅就叫振华 但是他后来上学的时候 他说他们班有 好几个振华 快十个了 所以大家很喜欢这样的名字 那么到了文革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 人们这个取名呢 就跟这种文革的这种政治色彩 会比较紧密啊 比如说 红卫啊 新啊 军啊 很多 比如说魏东 学军 革新 智红 文革 和 这年代呢 那么 有一瓶 名字 也 小亮 的意思 比如说 小明 也很多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 就是自从1978年 特别是到现在 21世纪之后呢 我发现 我们的这个孩子的名字 真的是越来越多元化 并且越来越个性化了 他表现了孩子 这种父母对孩子不同的希望和寄托 特别像现在 我就调查了一下 我这个孩子班上的那个 这个学生的一些名字 比如说 起的名字 子涵很多 浩轩啊 浩然啊 思琪啊 这种名字好像 非常非常多 像有的名字 真的就是像我说的 很中性化了 比如说这个思琪 好像男生女生都可以叫 还有浩轩 是吧 这个我还看到 真的我们有同事的孩子 女孩就起了浩轩 本来看着挺男性化的 但他希望这种 女孩子也像男孩一样 有远大的志向 所以他就起了浩轩 所以可以说 现在我们起名越来越个性化了 就是大家的想法也越来越多 是这样的 好 说完了地名 人名呢 我们现在来说地名 地名呢 我们会讲一下中国的国名 省 自治区 还有一些重要城市的名字的由来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会讲一下地名反映的社会文化 好不好 我们先看国名呢 我们说中华呢 又称 中国又称中华 华夏 这两个是我们知道的 那还有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九州 神州 赤县 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少见的 还有国外呢 有的时候会称中国为支那 这个可能老师们也都听说过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些名字 首先中国是用的最多的是吧 中国这个词呢 其实在商代就有了 那商代我们知道 商呢 它应该是 它定都就是现在的河南 河南的这个中原地带 是吧 那个时候呢 商在中间 它周围有很多国家 它是国中之国 在很多国家的中间 它叫中国 是吧 到了西州呢 它把自己帝王所在的地方 也叫中国 那后来呢 中国慢慢有了中央的意思 就是它只位于中国的整个国家的中间 那所以也指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所以呢 它一般越来 它的范围就越来越大 我们所有的华夏民族居住的地区 就慢慢的都叫中国了 那么华夏呢 是中国的古称 夏的意思呢 是大 夏大也 它是说明呢 中国是具有文明礼仪的大国家 所以 孔英达说 大国曰华夏 夏为中国也 这是华夏的来历 那么中华呢 这里面的中就是中国 那么华呢 来源于华夏 它就是把中国和华夏合在一起 又每个词揪出来一个叫中华 就这样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中华这个词呢 也建的比较多 那么华夏民族呢 它是起源于黄河流域的 我们说的Yellow River 是我们的母亲河 所以呢 我们把中国称为华夏 中华 那么九州是怎么来的 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建的比较少 九州得名于上古时期 我们知道 我们可能听说过大鱼治水的故事 大鱼三国家门而不入 是吧 那么大鱼治水之后呢 传说呢 他以名山大川为界呀 把中国的版图当时化为九个州 所以当时有了九州地图 有了九州地图 那么后来呢 到了这个 战国时代的旗鼓 有一个 有一个思想大 他叫周延 这个周延他还研究地理 他说呢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内 自有九州 于之序九州事业 不得为州数 中国外加神州赤县者 乃所为九州 什么意思呢 周延觉得 这个 这个大鱼呀 你定了九州 其实我数了数呀 不够 要加上神州和赤县 这样才是九个州 所以呢 这个周延又加上了神州赤县 所以这个神州赤县慢慢了 也就指代中国了 是这样来的 那么我们特别说一下支那 支那这个词呢 可能很多人听起来都有一种误解 支那呢 最早的时候是秦 秦代统一中国以后呢 当时西域 就是现在那些什么 哈萨克斯坦呢 这些西亚的国家 他们把中国人称为秦人 秦人 那么支那呢 它最早的是来源于印度语的 支那的意思是秦帝 那么印度的这个支那 在印度语当中 这个支那的意思是文明的国家 它本来是一种尊敬的称呼 但是到了近代 特别是日本那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人所说的支那 感觉是支那人有一种贬义了 有一种看不起的意思了 那么随着中国的瓷器 慢慢的从中国丝绸之路 传入欧洲之后呢 我们知道瓷器是China 对不对 所以这个欧洲人称中国为China 它是来自文明的国家 它也是好的意思 所以支那和China也是同音的 那么除了这个支那以外呢 这个欧美各国的 他们称中国人 现在除了称秦人 有的地方也称唐人 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有唐人街 对不对 因为秦和唐 都是中国两个比较繁荣的 两个朝代 所以呢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中国的很多的省和自治区 他们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大概可以分成几类 每类里面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那么第一类呢 是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得名 地理位置 比如说在哪 比如说河北 就是在这个黄河以北 是吧 第二类呢 是以境内的地名而明明 比如说我们福建 福建呢 以前呢 它设有五个州啊 福建 全张厅五个州 所以我们就把两个州的名字 福建放在一起了 我们叫了福建 有的时候呢 这个省内有一些江和湖泊 我们也会拿它来命名 比如说黑龙江省 就是因为有一条江叫黑龙江 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纪念历史 比如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以前在光绪年间呢 它改成了新疆省 为什么叫新疆呢 它说故土新归 原来就是我的领土 现在又回来了 所以我把它叫做新疆 还有的是根捉 小数民族的意音而得名的 比如说西藏 西藏呢 这个藏呢 它来源于藏里 它叫乌斯藏 这个乌斯呢 是中央的意思 藏是圣洁的意思 后来呢 我们就 因为它在中国的地步 我们就叫西藏 是这样来的 下面我们就重点看一下 地名反映的社会文化 反映的社会文化 第一类呢 它反映了我们这种 种宗族的社会心态 刚才我们在介绍姓名的时候 我们已经说了这种宗族观念 对不对 其实这种宗族观念 也可以体现在我们的地名当中 我们说中国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宗族社会 一个大家庭 往往都是足足备备 住在一起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到了中国 特别是北方的农村可以看到 比如说李村 陆村 什么什么 刘家镇 王家坡 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个村里住的都是这种 大部分或者是全部 都是姓这个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地名 看出来 这种宗族社会的痕迹 第二类呢 它会反映过去的一些商业活动情况 比如说我们的很多地名里有 集市店铺厂须 就说明这个地方以前是什么 比如说花市可能是外花的 瓦房店可能是这种卖瓦的 是吧 鹿角厂可能是鹿角贸易等等 那么这种经济手工业商业的状况呢 在北京的很多街名和胡同名里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反应 比如说北京现在有什么米市大街 可能以前那就是卖米的 对吧 有鲜鱼口卖鱼的是吧 比如说帽儿胡同可能是卖帽子的等等 我们从这些名字当中可以看到 你看鲜鱼口 北京琉璃厂铁匠银帽儿胡同 这些都是以前的这种手工业和商业的一些痕迹 那么有的时候呢 一些地名还可以反映出旧时代的一些官府的痕迹 这个也是在北京我们会看到很多 因为北京我们知道 他是圆明清的这种首都啊 他的这种官府啊 政府的机构特别多 比如说火药局 胡同你看 这边叫什么学院胡同 是吧 这个国子间接 这都是以前官府遗迹 都是官府遗迹 还有旧时的军事活动也可以在我们的地名当中留存 比如说北方的很多的农村 比如说北方的很多的农村 他都有这种屯、银、盘、布、债、卫、官、旗等等字 比如说环谷屯这个车站的名字你看 他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军队驻扎下来来储备他的军粮的地方 还有什么很多啊 北京的很多地方有的还用什么 囤啊、盈啊、铺啊、齐啊很多的字 比如说像还有这边威海卫啊、山海关啊 你看这里是什么东三齐小学 是不是 那么这个齐呢其实是这个清代的这种满足的这种军队的编制留下来的 所以就跟他的军事活动有关系 还有的呢会反映 古代的一些历史文化遗迹 比如说像这个河北邯郸市有一个地方叫回车巷 那么这个回车巷呢就跟这个莲波林向儒的故事有关系 南京的秦怀河呢 它是我们的这个古代的这种歌迹楼馆比较集中的地方秦怀河 像北京的很多的园林 比如说像圆明园啊、钓鱼台啊、玉花园、颐鹤园是不是 它都是一些皇家或者王公贵族的私人的园林 这个都可以看到 那么还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地名可以反映出汉族和少数民族他们相接触 互相融合的一种痕迹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胡同 其实胡同它并不是汉族的词它来源于蒙古语 它是水井的意思 因为北京那个元代呢 这个它定都 元代是蒙古人在领导 所以呢北京人喝水它是靠水井的 所以就很多带有胡同的词就出现了 那么有一些胡同呢它用蒙古语的音加上胡同 比如说北京有沙拉胡同 那么沙拉呢在这个蒙语里面呢它是珊瑚的意思 那么像北京还有很多地名有海 那么大家可能理解为海是大海 其实不是 这个海呢也是来源于蒙古语的 它表示一些 比如说一些湖泊呀 一些小水塘呀 它都叫海 比如说北京的后海 它就是一个大片的湖 现在后海这个也是非常文艺的一条街了 一条文艺了 还有一些地名呢 它反映了这种古代人民的一些美好的愿望和感情 比如说中国自古以来它就长期的战乱 所以人们呢都希望安居乐业和平昌盛 很多的地名啊路名啊现实名呢 都带有这种康啊泰呀祥啊昌盛这样的 你看看啊这边有什么 长寿路常德路 昌盛中路是不是 哎有万寿山等等 所以都这些地名里蕴含了人们一些美好的愿望啊 还有的一些地名呢 我们说它从俗变雅 以前太俗了太难听了是吧 哎比如说台湾的鸡龙以前是这个鸡龙 哈哈 那么高雄呢以前叫打狗像啊哈哈 打狗岗啊对不起啊打狗岗 北京刚才我们说了母猪改成墨竹是吧 还有以前叫狗尾巴胡同我们改成高一波胡同 那这反映了我们这种人民的一种 求雅的心理啊一种求雅的心理啊一种求雅的心理 还有一类了是为了纪念名人 比如说呃杭州啊这个西湖上有苏迪和白迪 那为什么叫苏迪和白迪呢是为了纪念白居易和苏东坡在这个地方的贡献 那么广州有一个中山县啊中山县顾名思义孙中山 为什么叫中山县呢因为以前他叫香山县 因为他是孙中山的故乡啊所以为了纪念孙中山 我们把它改为香山县啊改为香山县 那么还有的第一名啊他反映了我们不同时代的文化观念啊 比如说呼和浩特啊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个省会叫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呢他以前叫过归化归随等等 他反映了我们感觉是大汉族主义的这种心理 后来呢我们就改用盟语的呼和浩特表示绿色的都市 这个表达了一种民族平等的观念啊民族平等的观念啊 那有的地名呢就跟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系了 比如说江河湖西湾海电孤等等这个就不说 还有一些浦啊洼啊港啊是不是 哎比如说香港澳门啊还有一些川岭啊桥梁啊 比如说像四川啊山海关海口等等 就跟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有关系了啊 我们来取这样的地名 还有的地名呢反映了人民群众征服自然的一些愿望啊 比如说北京以前西南有一个叫永定河 永定河以前它叫吴定河 那么经常有洪水是吧 那么康熙皇帝就是想让它定下来 就把它改成了永定河啊 这是现在的永定河啊 那么还有的地名呢就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了 这个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反映在一些四大宗教上面 佛教呢经常用的是寺和安 比如说少林寺 道教呢常用的是观啊宫啊堂啊庙啊庙啊格 是吧那么我们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虽然不多 但是也有比如说伊斯兰的各种寺啊清真寺 那么天主教和基督教叫什么堂什么堂比较多啊比较多啊 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那还有半个小时 我看一下老师们要休息吗 还是我们直接讲完 你们来大家看后面还有颜色词和这个数词 我们是直接讲完还是再休息一下 如果休息的话就只能休息五分钟少一点 不要休息了 不要休息了 那好那我们直接讲完吧 大家辛苦一下啊 好接下来我们看颜色词 颜色词呢我们说啊这个颜色词很丰富的 那么这里呢我主要讲黄红绿黑白 这五种颜色词在我们生活当中 它各种各样的意义好不好 哎我们先看颜色词吧 汉语的颜色词非常多 从说文解字开始就有很多了 那么它都最早呢我们的颜色是跟纺织叶有关系的 是吧 因为你看这个颜色它它这个它是从这个丝子布的很多啊 跟这个丝线有关系 那么颜色词呢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跟各个朝代不一样 比如说夏代它是从上黑色的 是吧 到了商代呢就从上白色了 周朝呢就从上赤色 到后来很多很多很多朝代开始从上黄色和红色 是吧 所以颜色词跟我们的社会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首先我们看黄色 黄色的种类很多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 什么黄什么黄啊 我这边就不说了 那么黄色呢 它我们看在我们文化当中主要代表什么啊 第一类呢 它是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神圣啊 皇权啊尊贵的意思啊 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时候 我们汉族就用五种颜色来代表五行 我们金木水火土 红黄白绿黑 用五种颜色 那么黄呢代表土 土呢和五方当中的中央是 它是在中间的 所以我们说黄中央土之正色 所以呢 皇帝又是在一个国家的正中心 是吧 所以它就代表着黄泉啊 国家呀 万物生长的土地 这么一种尊贵的颜色 所以我们看皇帝的衣服 都是黄色的黄袍 是吧 我们的吃的小米呀 还有我们的黄河水呀 我们的黄皮肤啊 都是黄色 所以我们自古以来就觉得黄色跟我们是非常有缘分的一种颜色 那么黄色呢 因为黄金是同样的颜色 比如说它又象征着有钱很辉煌对吧 比如说这个有钱人经常拿这个黄金戴在身上 还有呢 因为黄金又很贵嘛 所以我们会把珍贵的时间叫做黄金日 黄金周 比如说国庆节七天我们叫黄金周 大家都出门旅行啊 消费 我们有一克千金 黄金季节 黄金时代等等 那么黄色呢 它还代表着勇敢 这种干练的意思 比如说在金剧脸谱当中的一个黄盖呀 点微呢 它们的脸谱都是黄色 所以黄色你看到以后这个戏剧当中有黄色 知道这是一个好的形象 好的形象 那现在我们看红色 红色呢 它就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颜色了 各种红啊 名字很多 我就不说了 那么红呢 是我们很喜爱的 为什么呢 因为红色我们可以联想到太阳和火 可以给我们带来温暖 所以它象征着幸福啊 吉祥啊 热烈呀 好运气呀 成功啊 顺利呀 这方面的意思就都有了 所以重大节日的时候 红的东西 春联福字 鞭炮 是吧 结婚的时候 这个穿的戴的用的 都是红色 是吧 我们给人送礼要用红包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新娘子给我们写的请帖 也要用红的信封 是吧 婚贴也要是红纸的 那么生孩子呢 在现在中国很多的农村 还有这种吃红鸡蛋的习俗 也是表示对这个孩子的一种祝福 那么红色还代表我们事业呀 学习呀 工作呀 各种的成功顺利圆满 比如说这个企业 或者是什么开门啊 会有这种剪彩仪式 都用这种红筹 对吧 那么企业赚钱了 要分红 是不是 我们会说什么开门红 满堂红等等等等 包括我们 比如说高考 某个学校啊 这个要一个大红榜贴出来 比如说谁谁 第一名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是吧 就是表示一种成功的意思 这是 那么红色呢 还可以象征为 在社会上受人尊敬 受到好评 我说 他是领导面前的大红人 哎呀 这个歌星很红啊 最近他唱了一首歌 唱红了 演电影人演红了 走红红的发紫 是说他很受欢迎 那么红色的成功顺利呢 有的时候呢 也会受到人的一些羡慕 甚至是嫉妒 我说 你怎么这么眼红啊 你是不是得了红眼病 这个就是说 嫉妒某个人了 那因为古代的女子呢 更多的是用胭脂来化妆 所以呢 我们又称美女为红颜 明白了吧 哎红颜是这样来的 那么红色呢 在我们的戏曲连途当中呢 它是象征着 也是好的意思啊 中意 勇武 性格坚毅 坦承 这么样的一些特点 所以比如说三国时代的关羽 它就是红脸的 它就是红脸的 那么红色同样可以联系到 我们的先写 写的颜色是红色 所以呢 它就跟战争啊 这个有关系了 所以红色经常用来指革命斗争 比如说我们革命的时候要用红旗 我们有红军是吧 红曲啊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舞蹈叫红色娘子军啊 这个都跟战争主题有关系啊 这跟战争有关系 好 这是红 下面呢 我们看绿啊 绿呢 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大自然里面见的最多的是吧 绿啊 有的时候也称青色是吧 青和绿其实是差不多是同意的啊 差不多是同意的 我们看绿色它是植物的生命色 所以我们经常用绿色呢 来象征春天 生命 希望 和平 等等等等 所以呢 自古以来 绿色就是来来象征春天的 我们有句诗叫做春风又绿江南岸 对不对 春风吹过来这个树就就发芽了 所以是由绿江南岸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把一些保护环境的呀 种树呀 一些工程我们叫做绿色工程 对吧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西部以前有的地方的这种沙漠化比较严重 那么一到春天呢 会有很大的风 会有黄沙 所以呢 这个我们有绿色工程 现在呢我们的环境就改善了很多 那就改善了很多 那么同时呢 我们的汉族呢 也跟国际上的其他民族一样 我们用绿色会来象征安全 希望和和平 比如说我们的红绿灯 绿色表示可以走了 是安全的 对不对 像我们的 中国邮政China Post 也是绿色 一个绿色的这个 这个这个标志 是吧 还有呢 我们经常说开绿灯 开绿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种上级的领导 给下级一些偷偷的一些方便 我给你开个绿灯吧 别人不行 你可以 这叫开绿灯 那么在我们古代的民间的神话传说当中呢 这个传说有一位 他主持科举考试文运的 叫文取星 总的呢 你可以理解为他是一个神仙 那么这个人呢 他是穿绿袍的 所以呢 经常说 哎呀 考试前我们要拜拜文取星 会给我们带来好运希望呢 让你考到好的分数 能够考到好的学校啊等等 所以你看绿色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那同时呢 我们说绿色呢 在古代 他有的时候 也是表示一些 低微下见 一种不名誉的这样一种含义 他经常用在一些地位比较等级 比较低的人身上 在唐代呢 我们规定官之七品以下的穿绿服或者青衫 意思就是说你的官位越低 你的衣服就要穿绿色的 那么官位高的可能是黄红 对不对 那么从那个颜色就可以区分来 你的等级比较低 那么到了宋元时代呢 这种绿衣啊绿金呢 也是这种等级比较低人的穿的服饰 所以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乐人啊乐工呢 比如说以前我们不要觉得现在 比如说唱歌的跳舞的搞音乐的 好像是我们很崇拜的偶像 但是在古代不是 他是一种非常低等的一种一种职业 是被人们看不起的 所以那么这些人经常穿绿服 穿绿服表示他的地位很低 那么在西曲当中呢 绿色的啊 你看到这种绿色的脸谱啊 也是经常表示一些凶恶的啊 表示品行不太端正的 官位很低的人才用绿色 比如说在这个我们传说当中地狱啊 我们有天堂有地狱啊 阴曹地府就是地狱里面 有这个青面鬼啊 青面獠牙 让我们看起来很恐怖的啊 这种就是绿色啊 就是绿色啊 好这是绿色 下面我们看黑 我们看黑啊 那么黑呢 在古代呢 它特别是在夏和秦啊 当时啊 就是这个封建社会 刚刚差不多开始的时候 那个黑色呢 它是一种尊贵的颜色 它表示一种尊贵呀 勇敢呀 庄重呀 深沉呀 神秘这样的色彩 你看这是我找了一幅图片 他们是在呃 就是呃 明显这种古代的这种这种礼仪 你看那个时候的官服 他们都是黑色 是吧 表示一种庄重和尊贵 那因为呢 古代呢 这个我们知道黑色跟铁色非常相似 那么我们就叫铁黑铁黑 经常这样说 因为铁如果没有经过加工 其实是黑乎乎的 所以呢 我们经常 用这个黑色来象征这种刚毅 就是严正铁面无私 大家有没有看过包青天 我看我们如果是年纪稍微长一点的老师 应该知道 就中国的包青天应该是 比如说在东南亚 好像还是有一段时间挺受欢迎的 那么包青天呢 它就是一个黑脸 对不对 就象征了它非常的正直 是吧 它是一个当官 它判案的时候呢 不会看人情 是吧 是对是错 它分得非常清楚 所以就象征了它这样的一种性格 所以它是黑脸的 那么又因为黑色呢 是黑夜的颜色 所以呢 它又象征着某种深沉 很严肃 很宿母 很神秘的含义 我们在古代呢 这个有一种刑罚叫默行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默行呢 就是说你这个罪犯啊 比如说你犯了罪 我就先把你这个 比如说你看这边 它有一个头上 就是先给它 把这个皮肤刺破 然后再用这种墨 弄上去 那么就像现在的这种纹身一样 你就永远洗不掉了 这就是一种耻辱的象征 就是一种标记 所以现在我们还有抹黑抹黑 这么一个词 就是表示不光彩的 比如说就是你丢脸了 比如说你这个行为 真是给厦门大学抹黑 就是说你这个是不光彩的事情 不光彩的事情 那么传说当中的阴草地匪 也就是我们说地狱呢 也是很黑暗的 所以黑色又被象征着黑暗啊 死亡呀 阴险呀 恐怖呀 这样的意思 这样的意思 所以黑色呢 它还象征着一些很凶险 很奸恶 很阴险这样的意思 我们有一些词 比如说黑心 黑手 黑社会 黑车 黑货 黑市 你看黑社会 哇 你看这个就很恐怖 是吧 黑市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地下的市场 那它是不是不正当交易的 是吧 那么黑还有很毒的意思 比如说这个人 手很心黑 还有的一些做生意的人 比如说 他把某一个商品 故意卖的价钱很高 但是他是假的 比如说不好的 我们说 哎呀 这个人真黑呀 就说他的心很不好 那他心很不好 这是黑 下面呢 我们看白 我们看白 白呢 它是一种很素的颜色 它的种类也很多 因为白呢 跟白云啊 白雪呀 还有很多玉的颜色一样 所以我们觉得白是很干净的 很纯洁的 很明亮的这样一种颜色 所以我们有洁白无瑕 洁白如玉 还有白衣仙子 我们的护士啊 医生呢 我们经常说白衣战士 白衣天使这样的说法 那么古代呢 我们迷信 我们觉得一些白色的东西飞来 如果我们看到了 应该是表示一种很吉祥的象征 比如说白鹤 白鹿 白鹿 都是我们很喜欢的 很喜欢的 那么白色呢 同时也象征了一些 很低贱 很凶丧 还有呢 愚蠢 很艰险的 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 那么从古代的 从汉代一直呢 老百姓要穿白衣 白衣是什么 就是普通人 没有文化 没有公民的 我们叫白丁 穷人呢 住的房子 住的茅草屋 我们也叫白屋 所以你看 白都用在一些地位 很低的人的身上 那么白色呢 它又有表示 一些象征很凶丧的意思 那么古代呢 我们从这个金木水火土 刚才从这个五行的角度 我们说西方 它是属金 是白色 所以古代的人 他们这种占星的人呢 他把这个西方的 有七颗星 叫做白虎星 你看它好像 这七颗星连起来 有点像一只老虎 又因为老虎 是我们很惧怕的一种动物 所以我们会把一些很凶恶的人 称为白虎星 你看它就是个白虎星 离它远一点 这样来说 那么又因为 西方 我们刚才说西方是白色 西方又是属于秋天的颜色 所以秋天呢 就是树叶都落了 它是一个死亡的季节 所以古代人 他如果想处死犯人 一般是秋天 我们说秋后问斩 我想杀人 我不会选择在春天 因为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我要秋天再来杀 再来杀 所以呢 我们经常把死亡 受到移命归西 这是白色的 所以白色是很不吉利的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一些葬礼上面 这个白色可以说 大面积的运用 亲人死亡 你看这个白旗啊 白帆啊 烧着一些白纸等等 那么白色的凶丧呢 有的时候还用在一些落后反动的上面 比如说在革命的时候 战争的时候 如果好的胜利的一方 我们用红 那么反动的叫白 是不是 比如说你打仗失败了 就要插白旗了 对不对 表示投降的意思了 那在金句连谱当中呢 白色的也是表示 你这个人很阴险很邪恶 比如说秦代的赵高三国的曹操 我们就用白脸啊 所以这种白脸的脸谱 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白脸要注意 好 以上呢 就是这几个颜色词 表达的文化含义 最后还有十几分钟 我们快点分享一下 这个数词 数词 我们会简单的 从一讲到十 还有百千万 我们先看数词 其实数词在中国产生的非常早 5000年前的这个 养烧文化里 就有了这种数字的符号 那么我们的数字可以分成 13579和24680 13579是奇数 24680是偶数 那这种它从自古以来都有各自的意义 我们先看一 一呢是万数之时 道家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所以呢 在汉语的词典当中 一打头的词非常多 比如说一流一代 等等 一败涂地 一副难关万副莫开 等等 我这边就不读了 一剑双雕 我们买东西有一口价 对吧 这个叫一剑双雕 这个一打头的词特别多 那么二呢 是偶数之手 是第一个双数 所以呢 我们认为二是非常吉利的一个数 那么一经里面也是说 这个 这个 一有太极 是生两一 两一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所以它是 二四六八 这样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它有的时候 体现了我们这种成双成对 对偶的哲学意义 所以二两双组成的词语呢 一般是含有褒义的 比如说二龙细珠 两条龙 两全其美 双双对对 二组成的词语呢 有的时候又含贬义 比如说 这个二赖子 二六子 二傻子 二百五都是不好的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方面呢 我们的诗词啊 对联啊 等等都讲究对称 比如说我们送礼呢 也讲究送单 送双不送单 所以成双成对 你看这个鸳鸯也是成对的 是吧 它都表示一种二 表示一种对称 对称 三呢 我们说老子说三生万物 所以三呢 自古以来 它都有一种这种发展 生发的一种吉祥的意思 所以呢 很多的事物都是用三来命名的 比如说我们古代的这个 这个九七这个顶呢 这个祭祀用的就有三族 你看哈 我们有三皇 是吧 最早有三代 教有三教 那么生的祭祀的时候 有三十 教有很多都有 头的 还有三多 是吧 我们有三福三九三国三更 我们有三更五常 我们还有三字经 对不对 我们还有这个刘备的三顾 茅庐 是吧 这样 好 因为三跟两组成的词语呢 都是表示 一般的表示少数 比如说三三两两 三言两语 表示不多 但是三和五六组成的词语呢 一般表示多数 比如说三番五次 三年五载 三头六臂 就表示多了 那就表示多了 那么三跟四在一起组成的词语呢 一般表示贬义 不好的 比如说不三不四 颠三倒四 丢三拉四 挑三减四 对不对 这就是不好了 所以老师们要注意 这个三跟不同的数字搭配 它是什么意义 那么现在我们看四 四呢 是二的倍数 它也是一个偶数 也是成双成对的 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四 那么在汉语当中 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事物啊 比如说我们做事情讲究四平八文 我们室内如果有屏风的话 我们是四面扇 你看 我们不会做成三面 也不会做成五面 我们吃饭讲究四盘八叠 爱是吧 爱都是要对称的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事物当中有很多 有四来归类来命名的啊 比如说四书 论语大学中有梦子 我们的四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我们有四大发明 对不对 指南针造纸 印刷书和火药 我们京剧有四大名单 那这个就不说了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文房四宝 知道吧 笔墨 纸燕 国画的四君子梅兰竹菊 文人的四义 琴琪书画 等等 是吧 都是我们用四来把这些东西归一个类 那么含有四的词语也很多呀 比如说四方四面四海四季四通八达 四是同堂 四是同堂就家族非常兴旺了 是吧 老舍有一个小说就叫四是同堂 在一些方言区当中呢 因为四跟四是谐音 所以十字就是十死 所以大家都很 很不喜欢说这个四啊 有的医院比如说没有四号病房 汽车没有四路车啊 车牌号也不喜欢四 大楼也没有四层 送礼祭祀中等等啊 但是还是要看各个地方的习俗了 有的地方也没有太在乎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会比较避讳这个四的 这是四啊 下面我们看五 五呢它是一个吉祥的树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五行 是不是水木金火土 五方东西南北中啊等等 所以五呢它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神秘的色彩 我们词语当中有什么 比如说我们弹琴有五线谱对不对 我们喝的酒有五粮液 我们这个吃饭的这个做菜的阻量有五香粉 等等 我们人有五官有五脏是吧 饮食有五味吃的有五谷 这都是带有五的词语 那五的成语也很多 比如说五光十色五花八门 是吧 古代有一种酷刑 叫做五马分尸 是吧 我们还有一句 这个谚语叫做武士不孝百步 啊等等 下面我们看六 六呢它是二和三的倍数 所以呢也是象征吉祥的 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数字 我们经常说六六大顺 所以古代人喜欢拿六来命名 我们政府的部门古代有六部 人们有六情 有六亲 父母兄弟妻子 我们的粮食有五谷 吃的五种粮食 六种粮食啊 好 书法呢有六书 这个可能有的 有的老师是不是会讲文字学的课会涉及到 项心只是会议行声转注和假借 那么诗经有六义 封雅送复笔西音 典籍我们有六经 古代人学习要有六义 我们的家处有六处 马牛羊 猪鸡犬 犬就是狗了 好 与六有关的词语还有很多 比如说六贤勤 六亲不认 这个表情叫六神无主 不知道该说什么 六根清静 这是这个佛家对这个僧人的一个要求 六根清静 下面我们看七 七呢其实是一个悬术了 它非常有自己的这种神秘色彩 因为一经当中呢 说反复祈祷七日往来 利有幽往之说 就是七它好像是一个周期 我们现在看一个星期是七天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七我觉得 其实不光在中国 可能在西方 是不是这个七它也有自己特别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那么古代人呢 以正月初七为人日 那么这一天呢 据说有很多的讲究 就是这一天是人的这个节日 所以它正月初一到初七 它都有自己的讲究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节日 它把初七定为人日 定为人日 那么七呢 因为刚才我说了它特别的神秘 所以呢 也有这种吉利的意思 在中国呢 很多的命名也跟七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东汉末年有建安七子 魏晋时期有竹林七贤 有竹林七贤 我们的颜色有七色七彩 是吧 有七彩 我们家庭生活有七件事 我们经常说柴米油盐酱醋茶 那么我们有七夕节 对不对 七月初七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是以七为祭日的 也就是说人死后 第一个七天是叫七日 比如说我们当年的512大地震 我们就有七日祭 我们现在还说头七 就是一个人死去的第七天 我们是要重点的去纪念的 所以呢 在古代它一直从第一个七 一直到七七四十九 它都有自己的讲究 所以七呢 更多的是跟这种丧事有关系 在成语当中呢 七和八经常配在一起 表示杂乱 比如说七零八落 七上八下 七嘴八舌 横七数八等等 七也表示多数 比如说七情七纵 七进七出 表示次数很多的意思 次数很多的意思 那么八呢 是二和四的倍数 它也是表示成双成对的意思 象征着吉祥和喜庆 我们民间有八仙庆寿 八八寿宴 你看这个做菜啊 都要有八或者八的倍数 那么这个也是 好 那么我们的事物的命名也喜欢有八呀 比如说有八仙桌 你看八脚骨 清代的这个兵有八骑兵 对吧 古代的这个打仗的镇都有八卦镇 这个八字组成的 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喝的有八宝粥 八大菜系是吧 四庙里面有八大金刚 有八仙庆寿等等 我们的成语有什么八面玲珑 八面威风 八面埋伏等等 因为八和发是谐音的 所以在广东话里面呢 这个发又是发财的意思 所以人们喜欢这个八呀 比如说车牌呀门牌 电话号码啊 特别喜欢八这个数字 大家都希望发财 那么九呢 是我们的基数里面的最高数了 我们他有最高最多的意思 因为到了十就是双数了 就是两位数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九跟这个长久的九又是谐音 所以呢 这个古代皇帝的衣服 比如说他有九 他的衣服上肯定是九龙袍 有九条龙 表示他长寿 长寿 比如说在这个北京的一些 这个故宫啊什么里面 也有这种九龙壁 北海公园啊 九龙九条龙是吧 我们这种这个这个门的这个钉子 经常也是横九竖九九八十一颗钉 这都是有讲究的 还有那种台阶 一阶一阶的台阶 有的时候也是九层或者九的倍数 那所以大家都非常讲究这个九 成语有很多啦 比如说九泉之下呀 九霄云外呀 九牛一毛啊等等等等 九九归一 那么九的倍数呢 十八三十六七十二也用的很多 我们有十八般五亿啊 三十六计啊 七十二变啊等等 八十一呢 这都是九的倍数 最后我们看一下十百千快点啊 因为十呢 它是这种偶数之冠啊 所以我们有十全十美 就是说十呢和多和满的意思差不多 我们有十分啊 十拿九吻 十十九空 十全十美等等啊 所以呢 十是代表吉祥的 我们经常会评出什么十大喜剧 十大悲剧 十大名山 现在我们还有什么十大歌星 十家运动员 十年大庆啊等等 都会拿十啊 来做一个这样的纪念 那么百千万呢 就更是十的倍数 就是更多了 它是我们汉民族非常喜欢的一个吉祥数字 首先百 它是数量很多 比如说百般百分百家姓百科全书百花齐放 是不是 你看百货商店表示多的意思 那么千呢也是十的倍数 也是表示吉祥的 我们说千里嘛 是吧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那么千和百万可以组成千奇百怪 千山万水千军万马千言万语 就是越来越多 那么万呢 当然是十的一千倍了 我们有万福万岁 万花筒万里长城 万马奔腾万水千山 sorry这边多打了一个字 应该是万世大吉 这个这边啊 大家注意一下 好了 差不多 刚刚好 后面有点赶啊 刚刚好 好那看看王老师那边有什么安排 要大家要讨论一下吗 还是我们后续 比如说可以在微信群里也可以 我可以继续跟大家 可以把我拉大大的学员群也可以 看看大家 刚刚好讲吧 也到时间了 嗯 马老师控制的很好 我后面有点快 有点快 因为内容太多了 嗯 好的 然后然后就是这个 我想问一下马老师 这就是练习呢 嗯 嗯 我以前一方面的培训 可能这次跟以前的内容差不多 那如果学员们有需要的话 我们内部分享一下 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 因为他们提到就是可能说一张一张的截屏就有一点难度 然后就想问一下您这边是可不可以分享 可以吧 可以吧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 因为这边也给大家两本参考书 一个是常敬宇老师的这个《汉词汇语文化》 其实我的大部分内容跟这本书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如果能买到也可以看作为我们的商课的参考 还有一本是杨林的《汉语词汇语华夏文化》我们都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那我这边也是很乐意 可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好吧 好的 谢谢马老师 然后大家 因为问题我都没有看到 我刚才只顾着讲了 没有时间看 大家刚才提了一些很多问题 然后因为我建的那个群是那个WhatsApp群 然后不知道就是可能就是 拉人的话就不太方便 我现在的那个账号也被封了 哦是吗 那再不这样吧 因为今天来这边就是来上课的 肯定还有以前我的一些学生嘛 有的时候 有的我可能这么多年还没跟他们联系上 如果大家有微信的话 你们可以加我的微信好不好 我把我的微信的名字打出来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私下跟我联系 这是我的微信号 就是拼音这个杜鹃XMU 那么特别特别欢迎就是以前我的 一起上课的学生 能够我们能够联系 能够联系 能够重新联系上 因为有一些确实是没有保持联系 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 那时候我们只有QQ 后面就大家都不用了 很多学生也是没有联系到 如果那什么的话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们也可以组一个小群 或者怎么样 私下里平时交流也都是可以的 好的 这样可以帮我老师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对老师如果需要 如果需要的话 就是听了今天马老师的课程 有一些想请教的一些问题 就可以加一下马老师的微信 然后再跟他一起交流一下 对对因为今天也比较晚了 所以就是老师们也很辛苦 可能明天还要上课 所以可能对以后我们后续 可以慢慢的再交流再讨论吧 嗯 嗯可以可以谢谢 嗯嗯嗯 好那各位老师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怎么样 马老师 可以可以 我也不总结了 马老师说的很好 然后等于各位老师 如果他们有自己的一些问题 就可以再请教您 嗯嗯嗯嗯 好谈不上请教 我们一起互相学习吧 嗯 因为您这里面提到的内容很多 然后大家刚才也讨论了很多 可能大家有一些具体的问题 然后我也解答的不是太清楚 可能各位老师可以自己问嘛 啊啊 另外就是可能 今天晚上如果很多人进口微信的话 我说明一下 可能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快通过 或者你我通过了也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回复大家的信息 因为晚上说实在的家里有孩子比较小 所以有的时候没有时间 但是我尽量的啊尽量的回复 如果有的时候比较晚 或者是过一段时间请老师们原谅 可能没有那么及时啊 好的好的麻烦马老师了 谢谢马老师 嗯好的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结束了是吧 嗯可以了 然后各位老师好 然后今天我们很感谢马老师 然后呢我们还是一样是明天七点钟见 可以吗 然后大家可以现在可以下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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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不用谢 大家辛苦了 啊辛苦了拜拜 嗯 晚安 老师晚安 嗯晚安 再见老师 老师晚安 再见 老师拜拜 再见 老师老师再见 再见 化肠 小吗 爸 跟我 打渡 费 大 别品 我 玩 viol 小